不平 現在網路上啊 包括像臉書啊 社群網站 大家也開始刷一票的 恭喜當選 恭喜當選 而且還在協尋王浩宇 到底人在哪裡 就怕他心情不好啦 就是關心他啦 好 我們來看這個是 朱學恆的臉書啊 他直接留言說 浩宇你真是太棒了 接下來就是去當兵了 中立人你們也真棒 預言花欄的錢沒有白花 來 許甫 這花欄上的字好像有含義喔 這個他不只PO臉書 人家真的是 你看 在這裡啦 哪裡 朱學恆的花欄送到了王浩宇 雖然說這個鐵門拉下來 對王浩宇的付出啦 公助罷免成功 所以預言成功囉 朱學恆 快去當兵抗中保台 我還想說快去當兵 這個是什麼梗 剛才查了一下 王浩宇人家真的是有當兵 當替代役 替代役也是不錯的 但是呢 他之前就是 為了這個有沒有去 要為了保衛國家的議題 有一番的論戰嘛 所以說現在好 不管是替代役或是一般兵 既然你要支持抗中保台的話 那你要在第一線 來幫助大家守護台灣 所以朱學恆是這個用意啦 不過他好像在這個 他的不管是臉書還是社群 他也有一番話 要來對最新的中立市民當選人王浩宇說 我們來聽聽看 我想中立的選民應該要為自己感到非常的驕傲 因為能夠實行罷免權其實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尤其得票率還要超過他當初的得票率 大概五倍以上 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王浩宇的惹人厭的程度 足以讓四面八方各黨各派 從民進黨到國民黨到綠黨到時代力量 幾乎每一個黨都有人出來要支持罷免 我想這個對他是 我們不要說最有應得啦 就是自業自得 那我個人還是鼓勵他 接下來失業呢可以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可以去當兵 真正的當兵 抗中保台 第二個也許他好朋友486 會接收他當公司的員工 反正在網路上宣傳應該也做得不錯 這也幫他找到下一份工作 那民進黨其實鬆了一口氣 因為如果一直有王浩宇這種超負面代表人物的話 對民進黨的整體民調一定會持續扣分 但現在少了一個王浩宇 對民進黨而言其實是鬆了一口氣 好 我們現在要提醒幾個數字 就是聽說我們剛剛 其實有不管是主評 還有包括了在18的這個蠟新聞這邊 也有開直播 還有剛剛17的直播其實也在持續當中 幾個地方的直播加起來 好像今天關心整個罷免案的 中天的忠實觀眾們 已經超過10萬人觀看了 我覺得這非常厲害 然後另外一個數字就是說 現在的同一票數是84,582票嘛 原本是81,900多票就過關了 不過最初去算這個數字 到底要多少票才會過關的 現場 創始人在現場 對 創始人在現場 趙勤哥 原本是 你當時怎麼算的 82820嘛 我還以為是同編號碼 還是什麼神秘數字 對 原來我們去算這個門檻是78785 因為我們是拿這個過去 不是罵人是不是 不是 不是罵人 然後剛好叫78785 不是578578 所以那個時候是用2018年的時候 所有的得票的總和 然後用一半去算 再加上他過去在2018年的得票數 去算的這樣的一個門檻 但是後來發現 不只78785 因為我們跟霸王總部的 唐平榮執行長有討論 原來後來是8萬2千多票 為什麼 因為中立的人口是移入的 變多了 所以我們說不對耶 這個制度是很不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你才1萬6千 不到200票當選 可是乘以5 五倍 都還不見得能夠罷免掉王浩宇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覺得說 針對議員的這個罷免制度 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跟單一選區不一樣 可是沒有想到 即使這樣的門檻這麼的高 超過你1萬6千 接近200票的當選門檻 民意還是覺得要罷免你 超過五倍的人 超過你當選票是五倍的人 同意你不應該繼續在政壇上面 做這些莫名其妙的 顛三倒四的事情 或者是消費議長 或者是消費民眾 或者是消費家樂福 反正只要跟你不一樣的人 全部都被消費 有這麼強大的民意 覺得你應該下來 所以我感覺是非常感慨的 因為我今天本來 沒有準備他過關 應該要講些什麼 我都想說萬一差一點點沒過關 我們都講些什麼心裡很感客 沒有想到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我剛剛在友台上節目的時候 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真的是激動到 把事情要靠出來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是人民民意的偉大展現 而且中立人你這麼的偉大 這麼的願意為改變台灣的政治歪風 劃出的第一步 我真的還要再次的 向我們中立的偉大相親致敬 但今天我們剛剛也看到 民進黨發言人不是一直說嗎 這次都是你們國民黨動員的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是反而說 我們國民黨很厲害 就跟你們貼一個 動員成功 民進黨認證 來不了台灣 陳廷菲委員說 都是國民動海 然後我們就講說 難道蓬佩奧不去歐洲 也是國民黨害的嗎 這樣子分明就是一個 真的是民進黨 處處的針對民眾 讓民眾感覺到說 當出817萬票投給你 結果你對我來講 不是守護我這817 而是消費我這817 去做一些 其實連817萬票裡面 都不見得同意的 多數民意反對的 包括萊豬 包括新聞自由 包括關中天等等之類的 讓大家覺得實在是太可惡了 所以要跳出來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發現民意 有這麼樣的反彈 正在在野黨的職責跟義務 就是要幫助大家暢所欲言 而且了解行使他的公民權 這一點國民黨 確實有做出努力 但是你要說 難道民意是國民黨的布偶娃娃 還是皮諾丘 我隨便操控就可以嗎 沒有 我們就是順應民意 讓民意能夠展現 能夠不被行政力量所打壓 這次民進黨發了很多很多的手段 去打壓真正人民的聲音 我們只是讓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如果連這一點 民進黨都做不到 你被人家罷免下來 真是剛好而已嘛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剛才講的就是說 只要民進黨選贏了 就是民意的展現就站出來了 然後只要國民黨 不是國民黨 就是這次罷免成功 就是變成說 你是國民黨在背後操弄 這個民意怎麼這麼廉價 而且在這個1月9號的 霸王的第一次晚會裡面 你還包括時代力量的朋友 也站出來 民眾黨的朋友也站出來 綠黨的朋友也站出來 怎麼都可以 歸功給國民黨這樣子 所以我說民進黨 這太奇怪 民進黨就是看不到人民 只看得到國民黨 我國民黨感到很光榮 但是你看不到人民 那真是悲哀到了極點 的確我們一直在說 什麼叫做言論自由 你看今天這個罷免案就是 用選票再一次證明了 大家什麼叫做民意 好馬上的這個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他也在臉書上 好馬上發文說 霸王成功大快人心 這是中立人的勝利 也是重點來了 反萊豬之戰的首勝 我們繼續努力 好他直接貼了一個很大的圖 叫做霸王成功 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霸王成功 中立人勝利 在新竹拼公投連數的過程當中 那麼聽到了霸王成功的消息 王浩宇終於下架 我為中立人開心 也這邊要特別感謝 包括唐平隆 邱仁德 還有許多中立的好朋友 為中立來喉舌 以及為我們的人民來喉舌 那麼來去發動了千辛萬苦 發動這個罷免的活動 而在今天有一個完美的結果 讓一個不負責任的民代 為他過去許多囂張跋扈的言行 付出政治上的責任 那麼下架他 當然另外一方面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由於王浩宇 他同時也是挺萊豬 最用力的民意代表 所以王浩宇的被罷免 顯示人民從不滿意 萊豬的一個政策 已經從不滿變成是行動 那行動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讓一個最挺萊豬的議員下架 特別是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的 反萊豬的公投二階段連數 讓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努力 衝破五十萬份的連數書 甚至衝破六十萬七十萬更多的連數書 來去用龐大的連數來告訴蔡英文 今天你做了一件背叛你自己承諾 背叛台灣人民食安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會姑息跟縱容 而再把這些連數的力量 在今年的8月28號化為反萊豬的公投的結果 來把萊豬從台灣趕出去 守護我們跟我們下一代的食安跟健康未來 我們一起加油 等一下我們找到王浩宇了 結果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大家守在王浩宇的臉書 大家湧入王浩宇的臉書留言 恭喜他當選桃園的這個市民 結果呢我們在我是中立的臉書裡面 找到王浩宇了 這在討拍嗎 就是他不在自己的個人版 而且剛剛應堅主播講到說 大家都守在王浩宇個人臉書上想說 他一定就是因為很喜歡在臉書上PO文 不管有什麼爭議性的言論都從哪裡來的嗎 想說他會不會在上面講些什麼 要討拍也在自己的版面上就不是耶 來他說了什麼 他在我是中立人這邊 衷心感謝支持我的朋友 衷心感謝 可是我其實不太了解 因為今天呢開出來的選票啊 不同意票是7128票 所以呢他是卸這7128票 恐怕是吧 然後他hashtag一個浩宇 然後重點是呢 我們來看這個背影 這個天空藍天白雲 其實呢雨過天晴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天晴 但是呢王浩宇人到底在哪裡 什麼時候要來給大家 正面的直接訪談的一個說法呢 而且他發現就是我是中立人上 我會覺得說是不是會放一個什麼 比較有地標性 一看就知道是中立 但這看起來不太像是中立喔 這到底哪呢 趙欣哥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嗎 那今天下午我們在搜索這個 這個王浩宇相關的新聞的時候 有看到我忘記看到哪一篇報道 但是有提到說他好像是提早到綠島 聽說他提早到綠島去 對…就把自己放在一個 感覺是與世隔絕的地方 來面對這個投票的結果 但是我要勸這個我們的浩宇兄 就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啦 那還傳出來說到處打這個求救的電話 但是實際上大家看到的不是你說的什麼話 其實就是說你在關鍵時刻的行為 符不符合一個基本政治人物的道德標準 大家的政治立場可以不一樣 但是呢如果說在別人甚至付出的寶貴的生命 比如說八百壯士在抗爭的時候 你可以不認同他們的理念 但是當裡面有一位這個比較身先士卒的朋友 他不小心因為意外付出生命的時候 但是卻用八百減一或者七九九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做諷刺 又或者在我們的許崑源議長呢 不幸的因為這個意外付出的寶貴的生命的時候 與待諷刺 這其實都已經超出了一個政治人物 基本道德的標準 這已經不是政治立場的原因 我也有很多民進黨的好朋友 我都非常尊敬他們的才學 也非常尊敬他們的政治立場 甚至尊敬他們對台灣主體性的關懷 可是呢今天如果說 在這樣子的一種令人傷痛的時刻 居然還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鹽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立場的原因了 我覺得這個是政治道德 民眾都在看 所以這一次其實也給我們台灣社會 相信正派 或者是相信這個正道的朋友們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相信這個正義公平的價值 相信台灣民主應該成熟發展 相信不應該撕裂社會 挑起仇恨的這群朋友們 已經很久沒有得到正面的鼓勵了 所以透過這次的 我們講說這個罷免行為 其實是我們在價值上面的一個勝利 一席議員的去留 在政治的版圖上其實不算什麼 但是大家因為這樣 對於公平正義 陽光 反對仇恨的價值 得到了鼓勵 得到了聲張 得到了我們替天行道 這樣子的一個正面的反饋 我覺得這才是這一次的投票 最大的意義 的確今天大家都在說 真的看到的是 島嶼浩劫之 雨過天晴 好 在聊天室裡面 春交裡林巧兒都說了一模一樣話 中立人好棒棒 今天大家都在為中立人可喜可賀 因為他們今天 中立人這光榮的時刻 其實不是只有中立 像稍早的時候 陳學勝委員也提到了 接下來可能會是一連串的罷免 尤其是萊豬立委 就有人講說下一站 還有就是奉天清潔 對 奉天清潔 2月6號馬上這個黃捷的 這個投票的日子 好 所以呢 大家都在看 王浩宇這只是首勝的起頭而已 接下來呢 民意在哪裡 民意就在選票裡 接下來呢 包括了像現在呢 還正在連署的 像是反萊豬的 進口的這個議題 對 會不會公投呢 8月份會有答案 但是呢 首先也是 大家的票要先催出來 我們先來看 這個王浩宇的罷免同意票 目前是84582票 已經過了罷免的門檻 那麼新北市議員 葉元之就說 這其實對他們來說 這代表的中立選民 對民進黨的痛恨 他認為呢 今天這個罷免 王浩宇之所以能過關 已經等於選民在罷免民進黨 中立人呢 展現了真正的民意 把王浩宇罷免掉 甚至非常不容易 因為是首次罷免掉直轄市的議員 那罷免議員的門檻比立委還高啊 8萬多人啊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除了對王浩宇的厭惡之外 更是對民進黨的痛恨 因為在民進黨現在的主政底下 掌握了國會的多數 然後監察院各個制衡力量 通通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能夠擁有的權力啊 就只剩下罷免以及公投了 所以這一次的罷免裡面 大家其實出來 除了罷免王浩宇更是 等於是罷免民進黨 而且更何況 民進黨在上個禮拜 已經把他們跟王浩宇綁在一起了 所以這一次 周一人站出來 給阿把專制獨裁的民進黨 一個教訓啊 真的是大快人心 好 其實在今天之前大家都在討論說 到底為什麼一個地方市議員 可以讓大家這樣群情激憤 真的耶 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一開始必須要說 很多人是不看好今天的 想說困難重重 標準很高 覺得可能會差一點 可能有催出票可能會差一點 對 不過今天天工都做美了 沒想到真的是 大家的民意之所依歸 從這個數字上 我們就已經看到答案了 84582 好 今天呢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的一個聲明 這是綠黨在這個媒體群組裡面 PO出來的聲明 因為他這邊呢 還特別講到就是今天的霸語通過嘛 他就講說呢 今天是中立王議員的罷免投票 那我們看到呢 桃園選民對自己政治權利的展現 他這邊其實有講到幾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耐人尋味的 因為他特別強調說 這是台灣民主珍貴的一刻 政治人物 應該要默忘自身民代的全責 是民眾賦予的 這個是反諷他嗎 對 因為其實王浩宇喔 光是他哪一黨其實就蠻多爭議的 因為其實在之前 他是綠黨你還記得嗎 他2013年的時候 他有說民進黨爭多敗類 然後呢他自己就在2020年的2月6號 然後又申請加入了民進黨 所以其實很多 應該說他以前的老戰友啦 包括現在的戰友 對他的種種言行啊 都是不太能夠了解的 等於換一個橋 他就換一個腦袋跟換一個說法 我說是窩的那個橋 他只要待在不同的地方 他就去罵其他人 他還有一個外號叫做環保跳跳虎 對 就是因為他好像換了一個立場之後呢 他的 換了一個位子 他的立場就馬上跟著改變了 真的是換得很快喔 所以呢他這邊這一次 不過呢他這邊倒是後面有講啦 就是綠黨的黨公職 將會以此為借鏡啦 所以這一次的事情呢 連綠黨就是剛剛一貞講到說 以前是自己的老戰友有沒有 都跳出來講說這件事情 而且又說謙卑的為選民服務 好謙卑兩個字又來了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大家都知道這句話是從哪裡來的 好 現在我們要請教一下趙星哥 對於王浩宇呢 你看他這樣好像就是變來變去 他立場是不是還有他說的話 是 那這個其實在這個 民進黨的前秘書長這個羅文嘉 他在觀察這些反來諸議題的時候 他其實講得很好 千萬不要低估選民 觀察這個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黨的呼籠人民的智慧 大家都看得出來 其實呢 雖然這個網路時代 大家不見得完全的都一定要關心政治 可是過去所走過的路 過去所吃過的飯 過去所講過的話 必然會留下痕跡 那王浩宇議員 那還沒有下來還是議員 還有七天 還有七天 那他在過去呢 其實他崛起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因為創立的這個我是中立人 那我是中立人 那其實在當時是充滿著一種 賦予的一種地方服務的功能 那在地有任何的大小事情 他都充滿著這種服務 還有即時的通報 那麼另外呢 他作為綠黨的成員呢 他也關心了很多環保的議題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他的形象是不錯的 可是你會發現說在未來 因為這個政治上面的情勢的演變 遇到的權力的誘惑的時候 其實就面臨了個人政治道德的考驗 所以他一旦改變的立場呢 就跟自己過去的同仁 同志分大揚鑣 包括可能在藻礁 在航空城 在這個電廠等等之類的 這些議題 就跟過去不一樣 所以同志會覺得說 第一個你是不是在背叛了 我們過去的主張 那第二個跳到新的陣營之後呢 尤其是他加入民進黨的那個當天 我就看到很多我民進黨的好朋友 他甚至在臉書上直接就開罵 說我們民進黨怎麼會什麼都收 民黨也不是什麼菜都收 哪個一來啊 就是有很大的情緒反應 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其實在綠黨的時間 他對於民進黨也非常的不客氣 說民進黨有很多垃圾 所以到最後 可能是不是兩面不討好呢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重大的這個關鍵的時刻 考驗政治道德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攻防 他可能覺得躲在鍵盤後面發言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實際上對於人家的實際的生活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擾跟損傷 甚至是一種霸凌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是中立人過去是一個服務的平台 但後來他卻利用了這麼大的一個力量 變成了甚至去霸凌少數中立市民的工具 甚至有一個小女孩的照片 就被他公布在所謂的 我是中立人 很紅啊 那個案子 害得人家爸媽 後來還出來道歉 跑到人家去前面下跪 拜託他不要再去霸凌他的小朋友 而且這些人你有沒有發現 包括出來罷免他的這些秋里長 還有這些小女孩的父母 過去其實都是被王浩宇服務過的 也是拜託王浩宇幫過忙 或者是王浩宇幫過他們 或者是他們幫過王浩宇的 都是先有良好的互動 以前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後來就跳出來反規你 或者是罷免你 為什麼 因為你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給我們大家 包括我們自己政治人物還有民意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借鏡 當初千萬不要忘記了自己 從政的初衷 公共服務的初衷 如果因為當選 就以為自己真的有這個抗戰 真的有這個聲量 想罵誰就罵誰 感覺自己好像拿到了 星際大戰裡面的Death Star 死心有無窮的權力的時候 你千萬不能忘記 民眾今天可以選你上去 明天也可以把你換下來 人民才是討客 民眾才是主人